年年都出現了學測滿級分的學生 師生不相近 這是磁場非常好的關係 但道士教室有一項傳統就是 擺在門口的幸運常青術 千萬千萬不能亂動 就是這間教室被全校師生 稱為幸福滿分教室 似乎有股神奇魔力 因為啟用四年以來 已經出現六名滿級分的學生 在這間教室之後 會有更大的信心吧 所以才會連續四年 都有七十五級分 就是大家下課就討論一些 就是課業不懂 今年全班三十人 近半數七十級分以上 但教室也有特別的傳統 譬如說門口一盆 近一人高的長青樹 從四年前被栽種至今 被認為是確保好成績的護身符 他們本身就都很認真 很積極 而且互相鼓勵 或許是磁場家 或許是無機之談 但師生都寧願相信 這間真的是學生的幸運教室 也希望幸運之神能繼續眷顧 有請到最終的 都不斷 沒請到最終的